大家好 今集和大家分享涼瓜煎蛋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不好意思 我這次沒有拍到珍珠苦瓜給大家看 我已經處理了 我補一些照片給大家 我是在街市買的 大家可以去街市看看 因為之前我想好蛋白 我之前已經做了涼瓜 所以時間配合得不好 拍不到 大家買回來洗乾淨 切開一半 用鐵匙巾刮囊 刮紙 就可以切片 很方便 每一塊 盡量切薄一點 就可以了 一樣 洗乾淨 我會加粗鹽 開水浸一浸 好了 可以開始了 趕時間 先煮好水 涼瓜我已經浸了幾個字 現在看到它很脆綠 而且片很薄 先煮涼瓜 這次快點 一樣 水滾了 油、鹽、糖 一隻碟 倒進去 然後放些涼瓜 30秒就可以了 放些涼瓜就可以了 30秒 然後拿上來 好了 涼瓜OK了 轉頭備用 瀝水 好了 剛才我做了一個脆糖豆腐 我只剩下的蛋黃 這個四個蛋黃 這是日本蛋 所以顏色比較深 一樣我會加雞湯和牛奶 我會加兩湯匙牛奶 和兩湯匙雞湯 因為我的蛋比較稠 拌勻之後 感覺像平常做雞蛋一樣就可以了 不過我這個比較稠 所以用兩湯匙 普通雞蛋用1.5湯匙都可以了 好了 開始了 我用乾蔥頭 切了乾蔥頭的粒粒 沒有可以用洋蔥也可以 加上去都可以的 香一點 如果你不喜歡都可以不用的 爆香它 之後就可以放些涼瓜下去煮一下 現在已經香噴噴了 我就加上涼瓜下去 我剛才不是剩下少許雞湯 我會再倒少許下去 好少 再煮一下 倒了一會兒很快 然後可以倒入蛋漿 轉頭再溶 我會再加少許油 再煮 如果大家不喜歡 可以剛才倒蛋漿也可以 我現在要快手一點 把涼瓜分到位置好一點 我動一動蛋漿 讓它平衡一點 這次大家可能聽不到我現場 因為我要錄音 原來我沒有插到咪 全程都沒有聲 所以辛苦一點 現在盡量開個小火 有時離一離火 大家看到狀態都很漂亮 不過還不可以 大家先不要反彈 我們可以拿著鑊 去向內 轉一轉 動一動 不要向外 一向外會飛出去 這是我的方法 我們看到蛋漿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 金黃色 反彈後可以關火 因為它會再煮 我們可以上碟 一樣 大家想效果更好 用碟蓋著它 之後轉過來 很漂亮 做完出來的效果 涼瓜蛋的顏色不錯 我切開它給大家看 完成了 大功告成 OK了 雖然我不是做得很漂亮 切了一塊塊之後 就上碟 這個方法真的不錯 如果大家怕涼瓜 可以用菜寶 在家用煎菜寶蛋 中間這個是泰國雞醬 其實這個涼瓜蛋 點雞醬很好吃 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現在不跟大家說了 我們趕著吃 我現在就吃一塊給大家看 我現在先夾一塊給大家看 不過不是太快 我要轉一轉部機再做 哎呀 原來吃了一塊的時候 部機沒有開到 又沒有聲音 現在又要配音 真可憐 我現在多吃一塊給大家看 這個很好吃 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再夾一塊 拿到鏡頭面前 有些反光 真的不錯 這個 放了些雞湯去煮 我點過雞醬 真的很配合 這個味道 我先吃一口 味道真的很好 大家可以試一下做 如果大家不想用涼瓜 可以用菜寶 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不錯的 今集試一下短一點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不阻礙大家這麼長的時間 今集就這樣了 希望大家都試一下做 下集見 拜拜